有着可爱的妮称,例如滚滚,滚滚大大的飞眼圈,魂远的身体和呆萌的性格,不仅让国人喜爱,就连外国人都对滚滚喜爱不已,就连傲娇的英国人也抵挡不住滚滚的可爱。 在2011年,甜甜和阳光这两只滚滚来到了英国,在他们来到英国的这一天,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? 警车开道,英国人民假道欢迎,这待遇估计只有外国元首到访可以相媲美了。 而甜甜和阳光所入住的动物园,也为他们准备了总统级套房,外加30万英镑的养护费和进口竹子。 虽说动物园为了这两只滚滚花费巨大,但甜甜和阳光自从来到英国并入住动物园后,两年的时间就吸引了400万游客,其中不乏名人巨星。 许多人来到动物园只为看一眼心爱的滚滚,或者来一张梦寐以求的合照,而动物园也凭死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照, 不单指扭亏为盈,还瞬间秒杀了其他动物园,如此大的刷伤力可见滚滚在傲娇的英国人心中的地位。 当然,滚滚在国人心里的地位也是非同一般,特别是如今有的动物园开始直播滚滚这一活动, 每天有无数的观众守在屏幕前,只为看看亲爱的滚滚。 那么你呢?你又有多喜爱可爱的滚滚呢?不妨和我们分享一下吧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下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, 大伙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, 感谢您的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